老公跟他妈关系好 这我是知道的 婚后没多久 他爸爸去世了 我主动提议把婆婆接过来一起住 但婆婆上来后 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出去旅游老公跟婆婆睡同一张床 他们甚至还一起洗澡 林一和我是在大学的社团活动上认识的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 阳光斑驳 我们社团的校园清洁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我抬头看到了他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 身旁围着一群热情洋溢的同学 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深邃的眼睛 健硕的身材 他的笑容如春天的阳光般温暖 我觉得他就像是我心中的理想型 刀大帅气 阳光健康 从那一刻起 我对林一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我发现自己对他一见钟情了 我开始主动找他聊天 参加他参加的活动 试图走进他的生活 他也没有排斥我 反而对我很热情 我们开始一起做作业 一起吃饭 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林一对我非常好 她会在我生日那天给我准备小惊喜 会在我伤心的时候安慰我 会在我烦恼的时候给我建议 她的温柔和体贴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心 她就像是我生活中的一股暖流 让我感到非常舒服和安逸 大学毕业后 林一向我求婚了 她带我来到了一个美丽的海滩 夕阳照耀在海面上 金黄色的光芒如梦如幻 她单膝跪在我面前 拿出了一枚戒指 认真地对我说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陪你度过你的每一天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看着她 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个美好的梦 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我答应了她 答应了和她一起走下去 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到了林一的妈妈 我的婆婆 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肤色健康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肩上挂着微微泛黄的珍珠项链 她穿着一件简洁的纯色连衣裙 看上去既端庄又优雅 婆婆的笑容非常亲切 有种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魅力 我看着她 一点都看不出来她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不由得感叹基因的强大 看着林一的妈妈 我感慨万分 一不小心 我说出口了 阿姨 你保养得真好 完全看不出来四十多岁 她笑了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笑着对我说 呀 这小丫头 会说话啊 我看得出来 林一和她妈妈的关系很好 结婚之后 我才发现 她每天晚上都要给妈妈打电话 报告一天的行程和生活琐事 聊上好一会儿 有时候 她甚至会跟妈妈聊天聊到深夜 像是没有话说不完似的 我一开始有点意外 然后觉得有点好笑 我在旁边看着她跟妈妈喋喋不休 心里不禁感叹 男人啊 都说是妈妈的心头肉 看来真是没错 有人说 一个男人如何对待她的母亲 就是她未来如何对待你的样子 她能这么疼爱她的妈妈 那么她一定也会疼爱我 婚后没多久 老公的爸爸突发疾病去世了 那天医院的电话 几乎将我和林一的心一起扔进了冰窖 我看着林一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像白纸一样 眼神空洞的让人心疼 她只是愣愣的坐在沙发上 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手不断的握紧 再放松 接下来的日子 林一变得有点不正常 她一直嘴里嘀咕着 妈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她会照顾自己吗 我妈一个人在家 会不会不小心摔跤 她做饭的时候会不会忘记关火 她像个孩子一样 把所有的担忧都挂在脸上 让我心疼不已 看着她那种焦虑的样子 我心里那难受啊 我又怎么忍心看她这样烦恼呢 所以 我主动提议 说 老公 如果你担心 我们就把妈接过来住好不好 说出口的那一刹那 我看到她的眼神瞪得老大 她完全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建议 林一的眼睛瞪得远远的 她看着我 嘴唇微微颤动 却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她被我吓到了 她肯定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 你真的愿意吗 她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她的眼睛里满是疑惑 我笑了笑 轻轻地握住她的手 我当然愿意 我不能看着你每天这么焦虑 再说 我顿了顿 然后认真的看着她 妈也是我们的家人 我愿意照顾她 林一看着我 突然眼眶红了 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声音颤抖地说 老婆 谢谢你 你真是太好了 婆婆一到我们家 我就看出来了 她心里那个难受啊 就跟失去了整个世界似的 看她这样 我觉得 我们得做点什么 老公 你看妈这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她出去转转 换换环境 我看着她 林一被我这么一说 她眼睛一亮 这个主意不错 咱们可以去哪呢 我们就这样一边想 一边查攻略 最后决定带婆婆去海边 听听海浪 看看大海 也许能让她的心情好一点 婆婆听到我们的计划 一开始还有点犹豫 但看我们那么坚决 最后也就同意了 她只是低头 轻轻地说 谢谢你们 我们出游的那天 天气特别好 阳光明媚 婆婆一直挽着林一的手 一路上都在说话 一看就知道她特别高兴 看着他们母子俩 我心里那个复杂啊 我看到婆婆一直挽着老公的手 一直在她耳边嘀咕 我心里竟然有点不舒服 我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我明白婆婆只是想找个依靠 可我还是有点不习惯 我看着他们两个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跟自己说 我想太多了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婆婆 林一 我 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 急急挨挨的 感觉就像是在家里的饭桌旁 你看看这个 这个皮也太油了 婆婆用筷子捏着一块烧鸭 咬了一口后对着林一说道 林一自然而然地接过筷子 把鸭肉的皮吃掉后又把鸭肉喂到婆婆嘴里 我咽下一口饭 尽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他们这过分亲密的一幕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放 看着他们互相喂食 我感到有些恶心 我猛地推开椅子 站了起来 我 我去下洗手间 我以无伦次的解释 然后快速向洗手间走去 晚上到了宾馆 我才发现老公指定了一间标间 喂 林一 怎么指定了一间标间 我拿着行李 皱着眉头看着老公 恩 是的 为了省钱呢 林一怂怂肩膀 仿佛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是我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咬牙忍住了 毕竟我不想在这个时间点吵架 也不想让婆婆觉得我多疑 那一晚 我跟婆婆先洗完澡 各自躺在一张床上 我关了灯 只开了床头灯 准备完换手机就睡觉 然而等到林一洗完澡出来 我却惊呆了 她穿着宽松的睡衣 直接走向了婆婆的床 然后 就躺在了那里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 难以置信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我慢慢地掏出手机 决定发微信问她 林一 你为什么要去你妈妈床上睡觉 我咬着唇 敲下这样的文字 妈最近总是睡不好 我陪陪她 她的回复来得迅速 我看着她发过来的笑脸表情 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可是 这样 我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的不安 没事 你别多想 妈妈年纪大了 有时候夜里怕 她的回答令我心头一紧 感觉有些窒息 我看着她的回复 心中更加迷茫 是我多疑 还是他们的行为太过于亲密 我不知道 只是看着那张床 心里无比复杂 我放下手机 用手捂住脸 试图让自己忘记这些不愉快 但心中的疑虑如同乌云 始终挥之不去 旅行结束后的那天 我们回到了家 婆婆挥了挥手 笑着说 我先去洗澡了 然后她就消失在了卫生间的门后 我正在整理行李 突然听到婆婆的声音从卫生间传出来 林一 你过来帮妈妈搓搓背 我呆住了 这 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反应 我的手在空中停滞 心跳得如同疯狂的鼓点 而林一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她走到卫生间门口 轻轻地推开门 然后 就消失在了卫生间里 那一刻 我感觉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全身僵硬 脑海一片空白 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震惊 和难以言表的痛苦 晚上 我终于忍不住找到了林一 林一 我们能谈谈吗 我小心翼翼地说 她看了我一眼 然后轻轻点头 恩 怎么了 我觉得你和妈妈可能有些过于亲密了 我咬了咬下唇 轻声说出心里的疑虑 她一愣 然后眉头一皱 过于亲密 你在说什么 那是我妈 我点点头 我知道她是你妈妈 但是 我犹豫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说出了心里的疑虑 你们的行为 让我有点不舒服 林一显然没想到我会说这些 她愣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 她的脸色突然一沉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 那是我妈妈 你的思想太龌龊了 我被她的反应吓到了 我只是想和她好好谈谈 没想到她会如此激动 我看着她愤怒的表情 心里一阵无力 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我抿了抿嘴唇 缓缓低下了头 无言以对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林一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冷战状态 我们在家里像两条直线 各自按照自己的轨迹走着 尽量避免交集 我们吃饭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 而是各自低头吃自己的 偶尔的对话也都围绕着家里的日常琐事 这样的日子 让我感到心里特别不舒服 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说不出的滋味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后 我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要我去隔壁省的一个项目现场出差一周 我看着那封电子邮件 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 虽然出差的工作肯定很辛苦 但我还是觉得比待在这样的家里好 于是 我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出发 我收拾得很仔细 林一在旁边看着电视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我心里有些苦涩 但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行李收拾好后 我又在厨房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食物 放在冰箱里 够他们俩吃几天了 然后 我找了张纸 写下了我要出差的消息 林一 我得去隔壁省出差一周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然后 我把字条贴在了冰箱上 清晰可见 最后 我走到林一的面前 看着他沉浸在电视里的样子 我忍住了想和他说话的冲动 转身回到了房间 那天我正在出差地的酒店房间里 准备第二天的报告 突然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看到是隔壁邻居阿姨的微信 我有点疑惑 她一般很少联系我 除非是有什么家里需要帮忙的事 我打开微信 只见那一条消息简单明了 小君啊 你们家晚上是不是能清点 最近几天晚上你们家动静太大 有点吵 我们老两口都是不好叫 你们年轻人应该理解我们老人家需要休息哈 知道你们新婚 但也稍微节制一点比较好哈 我看着那条消息 脑子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我们住的是公寓 晚上的动静太大 隔壁的邻居肯定能听到 都是成年人了 我当然知道邻居阿姨说的动静是什么意思 可是我都已经出差好几天了啊 家里只有林一和婆婆两个人 这一切突然让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心里突然有种悟寒的感觉 手里的手机也开始微微颤抖 难道他们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开始疯狠地在脑海里排除各种可能性 但是 无论怎么推测 我都无法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来消除那种不好的预感 我坐在那里 整个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我提早两天回到家里 并没有告诉老公和婆婆 我打开门 看到家里一片狼藉 客厅地上随处都是凌乱的衣物 甚至还有婆婆的内衣 我一步步走近 心跳得越来越快 耳边仿佛响起了钟声 每一拍都在提醒我什么 我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深吸一口气 然后又吐出来 心里强迫自己想些其他的事情 不去想眼前的一切 但是那些衣物那种混乱 就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入我的心脏 我朝卧室走去 随着步伐的靠近 我听到了一种我无法相信的声音 一个是林医的 一个是他妈的 混合在一起 发出奇怪的模糊的声音 那声音让我心脏跳得更快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我走到卧室门口 看到房门并没有关紧 我几乎能看清里面的情况 我迟疑了一下 然后鼓起勇气 凑近了耳朵 婆婆的声音在卧室内回荡 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呼吁 恩 林医 你可比你那个死鬼老爸厉害多了 恩 妈 你也比我老婆厉害多了 亲 亲点 妈 你不喜欢这样吗 恩 阿 你什么时候才跟你那老婆离婚 等等 等我把房子骗到手 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我几乎无法站稳 我向后退了几步 支撑住自己的身体 震惊得无法说话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妈妈在我出生时就离开了人世 令我唯一留恋的就是那份遗留下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 笑得那么轻松 那么美丽 我经常拿起照片 幻想着如果她还在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之前 我还很羡慕林一和她妈妈之间的关系 爸爸是我最亲近的人 他为了抚养我 早出晚归 每天的生活都像是在打仗一样 他把我当成了他的整个世界 而我也一样 可惜的是 上大学的那年 他也离我而去 留给我的只有那套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房子 这是个老旧的小区 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 从那个房子的窗户看出去 能看到城市的大部分景色 那个房子有我和爸爸的所有回忆 我是无法放弃的 我曾想 我要和林一一起在这个房子里生活 过着我们理想的生活 我甚至为此精心设计了整个房子的装修方案 试图让它变得温馨而又舒适 但我万万没想到 这个曾经充满了我和爸爸甜蜜记忆的地方 成了他们算计的对象 我觉得自己像是跌进了一个无尽的黑洞 我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侧过身体 小心翼翼地把手机对准了门缝 露像功能的红点在我面前跳动 仿佛是我的心跳 他们的对话从房间里传来 我听到婆婆的声音 嗯 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你那死鬼老爹的吗 她的语气带着一种冷酷 我没见过她这样 你是怎么做的 她的声音平静 仿佛在问一个在平常不过的问题 我就在她的饭里下了毒 她每天吃 没多久就走了 婆婆的话犹如一把尖刀 直接刺入我的心脏 我浑身一震 公公居然不是病逝 那 那我们也给她吃点 林依的话像一股冷风 让我瞬间打了个寒颤 嗯 这样她死了 房子就是我们的了 婆婆的话轻飘飘的 仿佛只是在说一个不太重要的事情 我全身冰冷 眼泪瞬间滑落 心里的疼痛 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一直在想 这是我认识的那个温柔的老公和婆婆吗 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捧着手机 背着小包 似乎背着一座沉甸甸的大山 蹒跚地走出了门 门轻轻合上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仿佛我一直都不在这个家里 我犹如一个迷失的小孩 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 我决定去闺蜜的家 我随便叫了一辆出租车 向司机报了地址 就正正地看着窗外的夜景 泪水一滴一滴在心头凝结 林晓正在客厅看电视 看到我满脸泪痕 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他马上起身过来 关切地看着我 我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才把我刚刚看到的事情和录到的视频给他看了 看完后 林晓愣住了 他也被震惊到了 我靠 这是真的吗 你确定他们没有开玩笑吗 他看着我 眼神中满是惊恶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再次崩溃 我也希望这是玩笑 可是 我差点哽咽 眼泪又流了出来 我能不能直接去报警 我迫切地盯着他 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他沉默了一会儿 眼神中满是严肃 要是说只是开玩笑呢 警察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 只有视频还不够 你得有更充分的证据才行 听到这个答案 我心里一沉 原来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我决定去老公和婆婆的老家看看 我先来到当地的医院 心里有着丝丝的紧张和不安 我向护士打听当时公共病逝的细节 结果却是 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医生和护士已经没有了记忆 我又去了他们家中 原来的邻居都已经搬走 只剩下一两户老人还在 我坐在石阶上 满脸失落 感受到了几分秋风的凉意 这时 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走过来 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我 然后疑惑地问 你是谁啊 来找谁的 我站起来 试图保持镇定 然后向他介绍了我和婆婆的关系 并询问他有没有关于婆婆的过往记忆 他愣了愣 像是在回忆什么 然后他慢慢说 哦 你说的是他啊 我记得 那时候他住这里 和他丈夫还有孩子 我急切地问 你知道他丈夫死因吗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他摇了摇头 说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记得他好像不是那孩子的亲吗 什么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不是亲吗 他点了点头 说 是啊 我记得那时候村里都在转 那孩子他妈一出生就去世了 那个女的是后来才嫁给他爸的 那么年轻的姑娘嫁给一个老头子 我们都在猜是不是为了钱 现在看来我脑子一片空白 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太震惊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 试图消化这个信息 我心跳得厉害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压得我透不过起来 老公和婆婆 他们竟然没有血缘关系 我回到车上 坐在驾驶座上 头昏脑胀 我把自己塞进车里 仿佛想从这个世界消失 这一切都太过震撼 我根本无法接受 我又去了他们家中 原来的邻居都已经搬走 只剩下一两户老人还在 我坐在石阶上 满脸失落 感受到了几分秋风的凉意 这时 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走过来 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我 然后疑惑地问 你是谁啊 来找谁的 我站起来 试图保持镇定 然后向他介绍了我和婆婆的关系 并询问他有没有关于婆婆的过往记忆 他愣了愣 像是在回忆什么 然后他慢慢说 哦 你说的是他啊 我记得 那时候他住这里 和他丈夫还有孩子 我急切地问 你知道他丈夫死因吗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他摇了摇头 说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记得他好像不是那孩子的亲吗 什么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不是亲吗 他点了点头 说 是啊 我记得那时候村里都在赚 那孩子他妈一出生就去世了 那个女的是后来才嫁给他爸的 那么年轻的姑娘嫁给一个老头子 我们都在猜是不是为了钱 现在看来 我脑子一片空白 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太震惊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 试图消化这个信息 我心跳得厉害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压得我透不过起来 老公和婆婆 他们竟然没有血缘关系 我回到车上 坐在驾驶座上 头昏脑账 我把自己塞进车里 仿佛想从这个世界消失 这一切都太过震撼 我根本无法接受 我下意识地拉开了文件夹 一个巨额的保险单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保险单上冠以我的名字 那一刹那 我如同被重击一般 几乎无法呼吸 保险单上的字迹清晰可见 如果我意外身亡 受益人竟然是我的老公 零一而那一笔的保险金额度 简直让人咋舌 我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这种恐惧 慌乱的情绪瞬间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我深呼吸了几下 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 然后 我将保险单的图片拍下来 保存在了手机里 这份证据 可能会决定我接下来的行动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摄像头 找到足够的证据 也希望他们不会发现这些摄像头的存在 至少 现在 我要做的只是等待 等待他们露出马脚 接下来的日子 我假装自己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早早的离家 晚上很晚才回来 老公问我怎么这么忙 我只是笑笑说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 我也没什么别的选择啊 这个项目是我接的 不能马虎 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对老公说 要照顾好自己 别累坏了 老公看着我 脸上带着关心的表情 可是这让我心里只有恶心 我尽量避开他们的饭点 然而 一切都在周末那天改变了 那天 我突然发烧了 可能是因为前几天工作太累 加上内心的压力过大 婆婆看到我发烧 立刻就紧张起来 说要给我煮点粥 我躺在床上 手机开着监控 我看到婆婆煮粥的过程中 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东西 偷偷倒进了粥里 我看着屏幕 心脏砰砰跳动 几乎要跳出来 婆婆端着粥进来 对我说 你看起来很难受 快点吃点东西吧 我看着面前的粥 心里感到一阵寒意 我尽量保持镇定 笑了笑说 好的 婆婆 我先让她亮一会儿 马上就吃 婆婆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什么 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然后立刻在监控下 从粥里咬出一勺 放在了一个小盒子里 做好风口 那是我的证据 剩下的粥 我都倒进了卫生间的马桶里 心中涌上一股恐惧和厌恶 我看着马桶中的粥 心想 这可能就是婆婆和老公想要对我下手的证据 我立即联系了闺蜜林小 让她帮我把周扬本送去做检测 我告诉她一定要全程录像 记录下工作人员拆开封条的过程 留作证据 你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小心时的万年船 林小给我发了一个安慰的表情 我看着手机屏幕 心中的恐惧稍稍缓呼了一些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仿佛坐在针毡上 焦急地等待着检测结果 每次手机响 我都会紧张地看一眼屏幕 看看是不是林小发来的消息 终于 检验结果出来了 林小打来电话 语气里充满了震惊 你的粥里面 检测出来有安眠药和稀有的毒草提取物 偶尔吃一次不会有什么 但如果经常服用 会引发多种严重的健康问题 甚至会致命 我听到这个消息 全身都冰凉了 我感觉自己像是从云端直接跌落地域 物寒从脚底涌出 一路上升 直到心间 我挂到电话后 马上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镇定 详细地告诉了接电话的警官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他们我有视频证据 有毒物的样本 也有对我下毒的嫌疑人 警察局的氛围已长沉重 像是空气都凝固了一样 婆婆和老公被警察带来的时候 他们的表情还像是刚从床上醒来的样子 全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他们浑浑饿地坐在那里 就像是以为这只是个做贼心虚的噩梦 然后 警官给他们看了我的报警记录和证据 他们的表情就像是被人用刀割了一样 生疼生疼地 婆婆立马就开始颤抖 吓得脸色都白了 老公也不再是刚才那富萌萌懂懂的样子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铁青 这是误会 都是误会 婆婆心思迪理地说 我没做过这种事 这是有人陷害我们 老公也立马接口 对 这肯定是误会 我的妈妈是个好人 她不可能这样的 但是 当警官播放出我用手记录下的视频 他们俩像是被雷打中了一样 整个人都僵在那里 婆婆更是吓得直接跪在地上 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我 我 然后 婆婆就开始抽气起来 一边哭一边说 我也是被逼的 都是她 都是她逼我这样做的 这一下 老公彻底被激怒了 她瞪着婆婆 我 我逼你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 他们俩就在警察局里争吵起来 相互指责 相互推脱责任 婆婆的眼泪如同断线的珠子 一滴滴滚落 但她的声音却越来越响 都是你 是你说想要她的房子 让我这么做的 老公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一巴掌打在了婆婆脸上 然后跪在警察面前 都是她一个人做的 我是被蒙在鼓里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 婆婆和老公的争吵声音 一度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 警察不厌其烦地再次重复了刚才的控诉 他们的脸色如同地底的泥土 一片灰暗 婆婆擦着眼泪 继续疯狂地辩解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按照她的话来做的 老公瞪大了眼睛 眼神中满是怨恨和愤怒 警察打断了他们的争吵 铁青的脸色让人心惊肉跳 他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份纸 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让人掩孕 我们已经从你老公死亡时的医院取得了档案 可以证明你老公长期服用了那种药物 这一次婆婆和老公同时愣住了 他们互相看了看 眼神中都满是恐慌和不解 警察沉声继续 你们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他的声音在小小的审讯室里回荡 沉嫩而冰冷 婆婆抱住头 气不成声 老公的脸色也白得吓人 他们终于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为时已晚 他们只能坐在那里 无助地看着警察 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法庭的审判厅里 婆婆和老公向两个丧家之犬 低着头 看着地板 听着法官吭枪有力的声音 宣布他们的罪行和刑期 被告人刘娟 因为故意杀人罪 依照我国刑法第232条第一款的规定 判处无期徒刑 法官清冷地声音在整个法庭上空回荡 婆婆颤抖着 她的脸色变得煞白 紧接着 法官将视线转向了我的前夫 被告人林医 因为故意杀人罪 作为从犯 依照我国刑法第232条第二款的规定 判处15年有期徒刑 老公低头 深深地叹了口气 她的脸上满是悔恨和痛苦 我坐在旁听席上 心里五味杂陈 但更多的是释然 我终于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 一身轻 离婚协议也很顺利地通过了 我在离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感觉就像从沉重的负担中摆脱出来 我又回到了我自己 我又是我 那个独立 勇敢 不再背负痛苦记忆的我